中文字幕 李宗盛 目前市道就是那個吊欄 斷列啊 市民工人在吊欄裡面啊 從那個大約六公尺墜落 剛剛你們總局是說四個歐咖 對對對 現在是變三個是不是 現在是三個是不是 目前市道就是那個吊欄喔 斷列啊 市民工人在吊欄裡面啊 他從那個大約六公尺墜落 吊下來 吊下來這樣 所以還是送四個嘛 對對對 好好好 他這個是那個佔新倉儲公司 因為他上次 上次颱風他的屋頂有受損 所以他委託 一個瑞宏鋼鐵公司來辦理修鎮 做屋頂修鎮 那瑞宏鋼鐵公司 他要委託一個深海起重工程 來協助高工作業 大概下午1點47分的時候 他們在吊掛的時候 在大概八米的高空吊欄斷列 那墜落 他有四個保空受傷 我們有請那個就是瑞宏鋼鐵公司 要通報給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他已經完成通報了 所以這個責任歸屬是算嗎 責任歸屬的話 就是後續要由中區來認定 來做調查認定 那像是你們了解的話 那個吊臂 那個吊欄可以承重多少重要 這個要 因為吊欄作業的話 第一個他要檢測合格 然後他也會有限重點 另外在作業的時候必須有安全措施 比如說安全帽、安全帶 那這個部費要等中檢 他們事後調查 才能理解 OK OK